我愿意把我的血 来供养这一群难民 一个佛教NGO组织 慈祭 一个拥抱难民的国度 约旦 约旦位于叙利亚以南 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 约旦对叙利亚难民 采取一个合固人道的政策 开放边境 收容难民 一座座难民营就这么拔地而起 而此季约旦分会 2012年9月 启动援助叙利亚难民专案 发放物资 医疗援助 最经常边境发放中难民躁动 约旦分会负责人陈秋华动了念头 是不是先暂停发放 全力记住难童手术 哪一夜 一场梦 当天晚上就闷见了上人 师父在他的面前说 鸡飞不能停歇 我愿意用我的血来供养难民 他这样的一停了 吓醒了啦 真的不能停 有孩子推着 阿里是战乱下的受害者 阿里是战乱下的受害者 这人 这人是战乱下的受害者 没有 这人都没有承受 没有承受 七个月前 叙利亚阿勒坡战火连天 42岁的阿里 12口家之主 大男人 到了 智云 就是在 轟炸的时候 好像是倒下来的 压道的 压断了 小孩子都没有 啥 战争 大男人收起男儿类 慈祭大米供全家十天温饱 微笑支撑他的坚强 12月底到1月初 包括台湾在内 八国慈祭志工组成 月旦慈祭一诊发放团 各自有专攻 那个飞机爆炸的时候 造成的炸伤 烧伤 随时要补胃 他慢慢在看牙齿 他吃你下腰 再看着他 看着他 看着他 也许我们能做的 未必像国际间的 那些政治家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温暖 带到这个地方来 我还是不寂寞 我还是有很多 台湾的事物就陪着我 不孤单 志在四方 整个都是沙尘暴 这个会押忍 OK 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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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利亚 远不远 此季正在为难民 铺一条回家的路